副稿炎是男性生殖系统常见的疾病 副稿炎在发病过程和治疗过程中 不宜进行性生活 那么副稿炎在治疗之后 特别治疗痊愈之后 还是可以进行性生活的 那么副稿炎多长时间痊愈后 可以进行性生活 因为副稿炎的发病 细菌感染的不同 病毒等等 症状的轻重不同 愈后的差异 个体的差异 所以一般来讲 副稿炎不能一个而愣 现在大部分的观点认为 副稿炎在治疗之后 两周以后 就可以进行性生活 过去一般认为两到四周 现在看我们在临床上了好多 在两周之后进行性生活 也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导致男性不育 等等的一些其他的疾病 副稿炎特别是治疗不及时 转成慢性等等 类似这样的情况 在慢性炎症过程中 性生活也还是尽量要避免 包括吃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 这些能够加重或者诱发 副稿炎的行为和饮食 一定还是要避免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中 要确定他治愈之后 再让他